对于婚前同居这种行为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觉得 是在正常不过的关系 有些人觉得 女孩子会更容易吃亏 有些人觉得 男人会觉得女人轻浮 其实 婚前是否同居 是否在一起 选没选对人真的很重要 选错了人 对女人的伤害可能更深 选对了人 男人多对女人负责到底 很多时候 对于婚前同居的行为 女人为啥不拒绝呢 01婚前同居 更能了解一个人 有些人觉得 婚前同居是有必要的 没有彼此在一起生活过 怎知道是不是合适 婚前同居 在有些女人看来 就是在试婚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才知道 到底合不合适 是否能够长久 甚至在同居的途中 爆发很多问题 诸如会出现 三观不合的现象 甚至会出现 性格过大的差异 在一起 在一起后分开 总好过结婚后离婚 很多女人 知道如何爱惜自己 也不会因为男人提出要求 对自己不负责 反而有些女人 更加清醒 通过同居 明白两个人 是否适合结婚 灵爱婚前同居 因为认定了她 有些女人 是偏感性的 真的深爱一个人 其实在她看来 同居只是爱情的一种体现 她想要拥有对方 想要每天都和对方在一起 如若你问她 如若同居之后被抛弃怎么办 她会义无反顾地说 她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一旦被抛弃 那就好聚好散 总好过自己没有和她在一起 而两个人分开了 自己对过去存有遗憾 对于婚前同居 没有啥标准 保守不保守在于自己 但也要注意爱惜自己 不会因为待一个人 盲目地付出一切 婚前同居 到底合不合适 没有人给你正确的答案 其实还在你 对这份感情 是否笃定 对对方人品 是否信赖 但最好的做法 还是先订婚 让父母知晓 再选择是否同居 互相矜持些 更珍惜彼此 为对方多考虑些 更是真爱表现 不同的人 对于婚前同居 抱有不同的态度 那么认识多长时间 同居正常呢 这六个人的说法 很有道理 订婚之后同居 李承说 我和我的女朋友 认识之后 我们很相爱 我们爱得 确实特别深 当时我们也考虑过 同居的问题 不过后来 我们得到了 共同的答案 那就是要等到 订婚之后再同居 订婚之后 这段婚姻 基本上也就算是 确定下来了 基本上也就 出不了什么意外了 所以很多情侣 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同居 两个人只有 对对方有了 充分的了解之后 才会选择订婚 所以在这个时候 同居 是有一定的 感情基础的 因为对对方 已经有了 足够的了解 觉得这一辈子 肯定会和他结婚后 在同居 王鹏说 当我决定这一辈子 肯定会和他结婚之后 我才会选择和他同居 确定了将来 肯定会娶他 在同居 这是对他负责任的表现 如果不能确定 这一点就和他同居 将来万一分开之后 对他是一种伤害 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其实是一种 对于婚姻 对于对方 都非常负责任的人 一个男人 决定聚一个女人之后 才会和他同居 当一个女人 决定这辈子 嫁给这个男人之后 才会和这个男人同居 这样的男人和女人 他们对待这段感情 都非常的认真 双方都见过对方的父母之后 李军说道 我觉得两个人 如果想要同居的话 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 必须是双方都见过对方的父母 见过对方的父母之后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 对方的父母 已经认可自己了 这个时候 双方才能够同居 如果没见过 对方的父母就同居 等见到对方的父母之后 对方的父母 很有可能不喜欢自己 那么这段感情 就充满了变数 提前同居的话 两个人的未来 其实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在李军看来 恋爱中的两个人 必须都见过对方的父母之后 才能同居 都见了对方的父母 其实就相当于 四个家长都认可了 这段恋情 这个时候再同居 其实是对对方负责任的表现 结婚之后同居 雷雪说 肯定是要结婚之后再同居了 我没有办法接受婚前同居 我觉得其实像有我这样的想法的人也挺多的 其实在结婚之前 一切都充满了变数 只有结完婚之后 这段婚姻才算是真真切切地确定了下来 婚前同居的话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同居之后 又没有走到一起 最后分开了 相当于女孩子吃亏了 所以我不认可婚前同居 拥有雷雪这样想法的女孩子也不少 她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婚前同居 在她们的思想意识里 她们觉得婚前同居 可能会被别人支支点点 深深地爱上对方之后 张芳说 两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同居才合适呢 我觉得 一个最好的答案就是深深地爱上对方之后 当然这种事情不能一厢情愿 一定要是两个人都深深地爱上对方之后 才能够同居 深深地爱上对方之后再同居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当你对方来得很浅时 不要轻易地和他同居 或者你感受不到他很深的爱 也不要和他轻易同居 领了结婚证之后 李娜说 我觉得两个人只有领了结婚证之后 才能够同居 领完结婚证之后 在法律上两个人就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夫妻了 这个时候才能够同居 非要等到举行婚礼之后再同居 就显得思想有些落后了 如果提前同居的话 万一将来两个人没有走到一起 女人肯定会感到心里不平衡的 男孩和女孩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 当他们决定结婚时 他们领结婚证的日期和举行婚礼的日期 往往是有一段间隔的 这个间隔可能是几天 也有可能是几个月 男孩和女孩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之后 在法律上 他们就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夫妻了 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完全可以同居的 就像李娜所说的一样 提前同居或者非要等到举行婚礼之后再同居 其实都是有很多弊端的 面对婚前同居这个事情 男孩和女孩都要慎重对待 千万不要头脑一热就直接同居 一定要做好充足的思考 然后做出最恰当的选择 进一步说 同居男方百分百会告诉自己父母的 这在父母看来 同样也是你的价值不如自己儿子的表现 还会觉得你这个女孩子特别随便 严重的甚至会觉得你这个女孩子不能娶进门 普通一点的也有可能会在彩礼上杀假 在婚后不尊重你等 这些都是由子埋下的祸根 对于婚前同居 作为深爱的情侣 最重要的是想想自己有没有承担后果的能力 有没有在一起一辈子的打算 如果这些都不能保证 那么还是不要互相伤害得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算